通过我们的考古人员 发现像刘鹤呀 跟这个心锥夫人 这个 这个都是这个胃里有这个东西的 那就 就在判断说他们的死因 是不是这香瓜惹的祸 这非常是有可能的 你比如夏天 你过量饮食 这种性寒的食品 比如西瓜 你吃多了 你就会导致你 一些急性病的发作 那么在那个年代 那急性病发作 往往都是束手无策的 我们今天这个人的平均寿命的 大幅度的提升 主要是医疗的 这个技术的提升 通过这个心锥夫人 这个肠胃里的这个 138粒香瓜籽 可以起码证明 他吃完这瓜没多久 他就去世了 那么还有什么呢 说来也特神奇 就是在挖这个马蒙堆汉墓 心锥夫人墓上 发现了一个漆气顶 很精美 然后人家打开了这个顶 公众人家把顶打开了以后呢 里头就震惊了 说里头已经有做好的那藕片 藕这东西谁都认得 上面有孔嘛 这个切下来就是藕片 它虽然没有汤 大家也知道 这应该是一锅藕汤 当年呢 给心锥夫人陪葬的 我们都有 中国人都有 誓死如生的 这样一个 一个习俗吧 就是你生前喜欢什么 都会 搁到你的墓里 陪伴着你的 这个在阴间陪伴着你 那么 那肯定 这些汤那么 2000年以后肯定都没了 但是这锅 藕片能保留下来 藕呢 也是一个 很神奇的 这个食物 它是 长在淤泥里的 这个每年到秋季的时候 一上市 过去藕 藕这个东西也可以生吃 也可以熟吃 过去 民燕中对藕 也是有一定限制的 说男不吃柳 女不吃藕 还是男不吃藕 女不吃酒 说不清楚啊 反正是 吃的时候 一定是 要有数量限制的 如果你吃的过多 某一种食品 你吃的过多 一定对你的 肠胃有伤害 甚至 对你的寿命有伤害 我们今天啊 吃的各种食物中 有的是很古老的食物 有的是很 很年轻的食物 你比如生菜 生菜仍然特年轻 我小时候都没吃过 有好多 这个今天的新的 那个蔬菜 我小时候都没吃过 都是我中年以后 逐渐接受的 但有的 这个蔬菜 我小时候就有 但是他什么时候 进入的中国呢 我们不知道 比如茄子 茄子什么时候 进入中国的啊 现在我们以书为准 这个北魏时期的 奇名要术呢 你当时就记载了茄子 那是说从印度传入的 那么茄子呢 它有一个特点啊 它为什么 至少从奇名要术 到现在 1500年来 那么受欢迎的 是这东西呢 高产 我们对茄子的认知啊 今天的认知比较丰富 我小时候对茄子认知 特别简单 就是一大黑茄子 紫的 紫色 紫成黑色的 一个圆茄子 小时候买那个茄子呢 大个有真的个 至少有这么个 比足球小点有限 小的呢 当然就比较小了 那么后来 他发现 有这种长茄子啊 还发现了 有这种绿茄子 这都是我小时候 没有的东西啊 小时候最早 就是也许有长茄子 我没看见啊 那么茄子的做法很多啊 我们先说茄子 能做什么吃啊 第一呢 它能拌着吃 能拌着吃 蒸熟了以后啊 加点蒜拌茄子 还可以烤着吃啊 今天你去烤串啊 经常的可以把这个茄子 切成片 穿起来 还能烤着吃 那茄子过去吃的 最多的一种方法 叫烧茄子 富裕的时候 还能搁点肉末啊 不富裕的时候就搁油 茄子这东西特别吃油 没油 做不好吃啊 不香 这个 所以过去吃茄子呢 这个 对大部分人来说 他都得搁点肥肉 因为只有肥肉能 这个能有油啊 使茄子好吃 我小时候觉得 一盘烧茄子啊 一碗米饭 就是很香的一顿饭了 但这茄子特别有意思啊 茄子除了刚才我们说的啊 你蒸熟了 可以拌茄子啊 可以烧着吃啊 等等 茄子做的比较好的 给我印象比较深的一种 就是北京人吃的这种面食啊 打卤面 茄子丁的啊 茄子打卤面 还是比较香的 那么 茄子这事啊 我们都知道蔬菜 蔬菜中呢 有一种 好的标志啊 就这蔬菜好不好 你看它能不能生吃 你看我们 举点例子啊 大白菜 大白菜 白菜心可以生吃 黄瓜可以生吃 西红柿可以生吃啊 芹菜也可以生吃 很多菜 萝卜就不用说了 都可以生吃 那么茄子能不能生吃呢 我问过很多人说 茄子怎么生吃啊 我告诉你 茄子还真能生吃 但是茄子生吃 一定要求嫩 稍微有一点 这个老 这茄子就不能吃了 我怎么知道的呢 是因为我下过香啊 我下香的时候啊 原来不知道茄子能生吃 都是做菜的东西嘛 夏天啊 天特热 干活干活 又那时候干活 不像现在 你现在干活 估计各种补给 都非常丰富 那时候干活 口干舌燥 肚皮 前心贴着后背 饿得不行 坐在田间地头 然后老香就跟我说 咱不行 咱摘俩茄子吃 我说茄子怎么吃 说这茄子怎么能吃 茄子好吃呢 就跑人家菜地里 偷偷的啊 偷偷的啊 不是明目张胆的 偷偷的去摘俩茄子 摘俩比较嫩的茄子 大概是能长成这么大个吧 这么大个啊 就是俩手一握 那么大个 这个茄子 你啃着吃的时候 它是甜的 很甜 但是稍微老一点 它在嘴里的感受就不好 就跟棉花套似的 嚼不烂 但当时我第一次吃茄子的时候 我就说 哎呦 这东西还真是比想象的好吃 挺甜的 能吃啊 一次能吃一个 还管饱 还有点补充点糖分 可能是 所以那精神就来嘛 那么我对茄子最深的认知呢 是后来 读红楼梦 红楼梦到今天为止 茄想这道菜呢 都是 我看有的餐厅都还在上 那这个凤姐做出来 让这个刘姥姥吃 刘姥姥说 这都不知道是 这是什么东西啊 说这是茄想啊 这可能是我们中国人对茄子 最复杂的一道 一个做法了吧 今天有些餐厅 至少红楼宴里 肯定有这道菜 我吃过 感受没那么好 就是太油了 油汪汪的一碗 上面全是各种丁 就是油沁的 所以尽管茄子这东西比较洗油 但是油太多了 也未必好吃 尤其现在的人 都比较控油 那么西风东建以后 我们说这个西风东建呢 从张迁汉代带回来的 第一次带回来众多的 这个中国人没见过的食物 从那以后呢 第二次食品的这个大爆发呢 就是隋唐时期 这中间隔了几百年 我们今天吃到的啊 大江南美都能看到的 我也比较爱吃的一个蔬菜 叫莴笋 再有呢 是菠菜 菠菜啊 这东西特有意思 我们年轻的时候 在农村的时候 吃菠菜给吃伤了 为什么呢 这个我们那时候的主要菜肴 就夏天的时候 主要蔬菜 一个菠菜 一个芹菜 其他都没有 都是那个 那菠菜长得都有一米多高 那大菠菜 南方人没见过 南方人那菠菜经常是趴地上的 就特小 产量低 北方那大菠菜长得跟庄家似的 隔下来以后啊 一根菠菜那杆 绝对比我手指还粗呢 都是大粗杆 那东西稍微一老 就嚼不动了 所以那时候农民自个儿开玩笑说嘛 说常吃菠菜 老吃韭菜 一年到头吃个饺子 就是说 这个菠菜长得很长 就老了嘛 老吃韭菜 韭菜也老了嘛 就自己和自己这个 开玩笑啊 自己 这个调侃自己 那么菠菜这东西是从这个尼泊尔传入的啊 这个其实最好吃的就是那趴地上的那菠菜 长成这个二尺三尺 那菠菜都好吃 那个菠菜 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妈跟我说 说你看这菠菜多漂亮啊 叫红嘴绿鹰根 你看那个菠菜是绿的啊 而且都是那种深绿色 那个根呢 是红的 而且根是一个像个尖嘴状 所以叫红嘴绿鹰根 这时候我 至少我就是 五六十年前就听我母亲说过嘛 所以到今天有时候一吃菠菜 还想起这红嘴绿鹰根的这种形象的描述 这指的都是这个蔬菜 那么水果呢 水果我们印象最深的水果就是荔枝 荔枝就说这玩意吃完了火大 我从小到现在 我吃这玩意没觉得有什么火大 吃过半桶 一次吃过半桶 那是在张州 福建张州 就说荔枝这东西是咱国产的啊 到底是什么地方驯化的呢 现在也不是很清楚啊 一般说是可能是广东地区的野生品种驯化的 这个唐诗中有一记 红尘妃子孝 无人知识荔枝来之据啊 这句呢 就是杜牧写的嘛 那么很多人在考证 就说当时长安啊 就是现在西安在这个地方吃荔枝 这个荔枝是从哪来的啊 所以有兴趣的人可以去网上搜索 有各种考证都说是从自个儿那来的 那么苏东坡啊 在宋代的时候被贬到岭南的时候呢 就是吃这个荔枝就特高兴 他为什么高兴啊 因为我高兴过 我就知道他为什么高兴啊 我们小时候吃南方水果是遥不可及的事 南方水果里最难保存的就是这荔枝啊 荔枝我们今天搁的冰箱里 有时候搁三天都不好吃了 就变味了 有味儿 那如果没有冰箱的情况 也可能两天都搁不住 那你没法运过来 所以我小时候几乎没有吃过荔枝 荔枝这东西呢 高糖 人在食品匮乏的年代 在身体比较瘦的时候 不怕吃甜东西 现在我们之所以怕甜啊 我老说人到中年以后吃糖 叫万恶糖为首 就是因为你都胖起来了嘛 你说这个 现在要尽量的控制碳水化合物 那糖都是碳水化合物嘛 所以很容易让人发胖 你喝这个甜的饮料 发胖都是因为有糖 但是我们年轻的时候 这人都瘦啊 人都瘦 他就他不怕吃糖啊 我小时候觉得吃糖 是一特美的事啊 所以对甜的东西 都特别有兴趣 这荔枝呢 在水果里可能是最甜的了 这个 我呢就说这个 我那小时候的梦想 就是什么时候能够有一次机会 能够吃足了荔枝 第一次 我二十多岁嘛 去福建漳州 那时候中国女排 正是最火的时候 训练基地 我们去看 人家拿着那个 这么粗那大铁桶 拎的荔枝 搁在那 随便吃 我就在那不停地吃 一边包壳一边吃 谁说话也不跟人说话 也不听人家说话 然后吃了 可能很有半桶 人家说吃多里流鼻血 那我吃了半桶 我也没流鼻血 吃了特满足啊 就想起了 苏东坡的这句啊 叫日淡荔枝三百克 不辞常坐领男人 苏东坡都说了 你把我贬到这儿 我什么乐趣都没了 嘿 忽然发现这荔枝 吃荔枝的乐趣有 日淡荔枝三百克 我估计我吃那半桶 也倒不了三百克 可见苏东坡比我爱吃 苏东坡确实爱吃 要不然也没有什么东坡肉 东坡肘子 我们说这种水果 水果呢 是我们今天生活中的点缀 今天人不大爱吃水果 我看好多年轻人 不怎么吃水果 我问他为什么 说不好吃不爱吃 可我们小时候 由于身体需求 可能是 就特别爱吃水果 我到现在还爱吃水果 但是对于一般人来说 最重要的吃食是什么呢 还是主食嘛 那主食 那各地有很多不一样的 我们不可能在这样一个节目里 能把各地有特色的主食 都说清楚 那么你比如唐代 唐代流行 陕贝地区流行的一种什么呢 叫驴蹄的面 陕西 那叫什么前线 是吧 陕西人做面 这个山西人不服 那山西人做面 陕西人不服 反正这个陕西和山西 这让外国人念之最累的 就是这词 都是以面食为主 有各色这种面食 面食五花八门 但我们今天说的 这叫驴蹄子面 什么叫驴蹄子面呢 就据说 是当年武则天修陵墓 那时候人都不避讳 修自己的陵墓 那么没等修完 高宗理智就完了 就轰了 然后工匠就得加班加点 那要干活嘛 那干活怎么办呢 说你一天只能吃一顿饭 那就用这个荞麦啊 加上小麦面呢 还有玉米面 用盐水 把这面活的非常硬啊 面团呢 由于硬呢 就人力要反复的在那活面 那都是力气活 最后搁那醒着 等到他吃的时候 把水烧开 然后就一刀一刀往下片 片成薄片 那一开始片的薄片 肯定是一边薄一边厚的 就像那驴蹄子 是拌月盐型的嘛 然后水一热 然后捞出来 搁那点葱花啊 那个那时候啊 唐代没有辣椒的 辣椒是明代以后才有的 然后用热油一泼啊 你想那个香气啊 自意啊 吃的时候费牙 古人不怕费牙 为什么呢 费点牙呢 这东西吃到肚子里 它就耐机 我们过去干体力活的时候 在农村看 干体力活的时候 就愿意吃烙饼 为什么烙饼 它就比较耐机 如果你吃面条什么这种汤食啊 一会就饿了 烙饼啊 如果吃足了 能够顶一阵子 那么你想啊 这样一个叫 听着叫驴蹄子面 这样一个地方的面食啊 这个在一个地方可能很流行 而且大家也很愿意吃 但是出了这个地区啊 你可能就不知道了 那关中地区呢 它是这个华夏农业的一个发源地啊 我们都知道 这个中国是两大文化 一个是小麦文化 以黄河流域为转 一个是水稻文化 以长江流域为转 为什么人家当地人叫驴蹄子面吗 因为驴呢 也是这个当地的一个优良品种 比如关中驴啊 它有这个非常好的这种耐使艺的性格啊 脾气好啊 能干能干活 就跟当地的人的性格啊 是一种就非常的相处相承的 所以人和这个牲畜之间 我们今天人和牲畜之间很难形成感情 古人尤其家养的牲畜 都是会有感情的 那古籍上有大量的这种描述的故事啊 各种记录啊 它表明了人和动物之间这种情感 所以呢 这面就叫驴蹄子面啊 有机会去乾陵游玩的时候 就别忘了来一晚 这驴蹄子面尝尝啊 那么唐代跟宋代在吃食上是有这个很大不同的 我们原来讲过啊 以前我们讲过 唐代的人只吃两顿饭啊 一个朝食一个西食啊 其实我到现在我也是希望咱们能改回来 每天就两顿饭啊 足以维持我们良好的生存 还省出很多时间 现在早饭和中饭离得近 往往就是吃不好 而且呢吃了中饭以后晚饭也不那么香 所以晚饭可以稍微提前一点 早饭可以稍微错后点啊 中间可以不休息把这工作做完 吃两顿饭跟唐朝人一样 但是到宋朝呢就开始吃三顿饭了 那为什么吃三顿饭呢 因为宋朝的经济发达嘛 宋朝的生活就变得很好了嘛 很多东西我们今天根本不知道 那唐朝人没吃过 比如西瓜 唐朝人没吃过西瓜 唐朝人吃西瓜也得唐朝最晚期了 一般说法都是五代时期传入中国的 到了宋代呢就进入了中原 那么我们都知道有西瓜啊 西瓜这东西好吃 我们原来过去说过一个对联嘛 说一个有名的对联 就是坐南朝北吃西瓜疲望东水 下联是从上到下读左传 书望右翻啊 这是一个很有名的对联 那么西瓜呢 他进入中国以后呢 到宋代就比较普及了啊 我们都说这个有西瓜就有东瓜 有东瓜就有南瓜就有北瓜啊 这个到了宋代以后呢 在文献中大量的可以查到西瓜 你看唐朝人就没写过跟西瓜有关的诗 那没西瓜嘛 那么宋代人就有 宋代人你比如文天祥啊 文天祥除了写正气歌 还写过西瓜诗呢 他说拔出金佩刀 拙破碧玉瓶 千点红樱桃 一团黄水晶 你看他说 夏宴顿消烟火气 入尺便有冰雪声 你看很有意思 如果拔出这刀 把这西瓜给破开了啊 说千点红樱桃 一团黄水晶 啥意思 你今天切个西瓜 你那个西瓜就是大红瓶 也没个籽啊 那籽不是怎么都弄哪去了 我们小时候这西瓜啊 吃完那个西瓜籽都晾着 吃一夏天的西瓜籽全晾着 到秋天的时候收集起来炒一锅西瓜籽 平时刻西瓜籽 西瓜籽我们今天看到基本都是黑的 它有红的 所以他说千点红樱桃 这文天祥说千点红樱桃 那个红樱桃是西瓜籽 红西瓜籽 今天红西瓜籽 我好像记得甘肃那边有专门的这种瓜 这瓜就是结籽的 不是为了吃瓜的 里头全是红籽 炒出来特漂亮 一团黄水晶说的是什么呢 是那西瓜籽是黄的 我们今天的西瓜也是以红为主 偶尔也能看见黄的 我记得小时候这种 他说这个碧玉瓶指的那个西瓜皮 是碧玉的黑的 就叫桃圆三结义 你看三结义 就是黑 红 黄 桃圆三结义 你像文天祥这样一首小诗 能写得这么准确呢 那表明西瓜是一个 大家都在吃的一种水果 就它非常普及 这吃西瓜 以我为准 吃西瓜以我为准 这吃西瓜形式变了很多 我们小时候吃西瓜 一般情况下都是吃月盐西瓜 这西瓜 原西瓜小 我小时候西瓜基本上都是长型的 长型的 大西瓜刀 这么长 它要这么切开它 现在都是横着切 它都是竖着切 然后把西瓜一盐一盐切下来 你拿到手里 一定是一个完整的月盐形 是个传形 所以有一个词叫溜西瓜 吃到最后的时候 再满脸来回来拉 这叫溜西瓜 吃到满脸都是 讲究一点的 那时候讲究的人少是为什么 是贵 买一西瓜中间一刀切开 然后拿勺 快着吃 快西瓜吃 现在吃西瓜 果盘 给你切成小块 有的给切成那块 比枝构大不了多少 拿牙签扎着吃 实在是不解风情 这西瓜 它就不是这么个吃的东西 它就得有那种感觉 尤其 这个三福天 你在外头累得要死的时候 来一人打西瓜 吃完了 特过瘾 又补充糖分了 又补充了水分了 还有吃的那种豪迈感 今天都没有了 今天吃这个西瓜 就即便你夏天走到路上 想吃了 也是一个小塑料碗 中间包着个保鲜膜 刺开了 用拿牙签扎着吃 这种感受啊 不原始 吃水果有一种感受 特别好 叫原始 所以一定吃水果的时候 一定要想着原始那种感觉